好,我们继续 刚才我们讲过 在这个Mutterwood CPU 上面 已经点了一些度热胶 这个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视乎你拿那个散热的组件 如果Intel 跟起来的话 它已经有度热胶在上面 你可以不用用 如果你资深一点 好像我在这里点到几点 像不清晰的 好了,我将它的方向转转 你容易看如何安装度热组件 把方向转转 不用这些东西遮住 好了,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四个孔位 配合这个散热组件的白色 这四粒 是这样的结构 好,那这里上面 你看到这里上面 环绕这里有一堆电线 现在再做得更漂亮 就是找一些网民的 cover 封住它 那你就要拆它出来 OK? 看看哪个是头 这个是头 我将它拆出来 弄松它 不是剪断 不是剪断 要拆它 那有一条这样的线 这条线 这条线这里 就拆到CPU某个地方 这条线 有一个标志 告诉你 那里是CPU的热组件 其实不是CPU的热组件 而是这个 cooling unit的热组件 热组件 那个风扇 因为风扇要电 它只能够用这条线 接到有电 那里 你看一看这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 是四个孔的 那然后呢 在这个 motherboard 你就会发现 在CPU的附近 多数的 motherboard的设计者 就在这旁边 这条线 有一个四个pin 还有一个 粗塑胶的那条线 是限位的 那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 就把它拆在这条线 OK? 好了 那就是说 这个位置来的CPU是最接近的 我就不想这条线 你的CPU是四方的 这个cooling system 没有所谓的方向问题 那我就不想那条线 一路地转过太平洋 那里 那里 于是 我们就选择 方向 装把线的方向 是这样 明白吗? 那就靠近这里 如果我这样的方向 或者是这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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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可以 这样的方向又会好些 为什么呢? 这里是拆memory的 我又不用阻止它 这些就是细心不细心 你说怎么装都可以 四个方向 四方形 你怎么弄都可以 要不要认真 但很多时候 贵就贵再认真 OK? 好了 即是说 如果我这样装的话 这里是阻止 memory 好似 这个memory 一会插下去 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你再转 回头 这里又跨过 升空 才降落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变成 这个工作室 其实也很重要 对于有四个 这些东西 好了 现在我们确定 是这样装下去 于是 那四个 就轻轻地放下去 那四个洞 那里 是吧? 那便搖一搖它 哦 似乎 四个洞都到位了 到位了 那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有趣的设计 就是 你现在等下去 它那些倒热胶就黏住了 不要再拿出来了 那我想你看看 这四个洞 它有一条坑 在这里 这条坑是为了拆的时候 不是为了装进去的时候 看到吗? 这些洞 这里有一个绿 是让你用螺丝批 但是它一边是批了角 就是只能够一个方向转 这个是设计家的很细心的地方 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向去转 那你那把slot的螺丝批 插进去之后 就只能够使用这个方向 那是拆的 装就不用拆螺丝的 我现在装进去 装进去 装又怎样呢? 它四个洞位就好了 于是 现在你明白 为何我要找半软硬的东西 半软硬的东西 这个呢 一会儿再插进去 那我们要站起床 然后呢 这里对角 两个 找两个手指弓 同时插进去 插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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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你吃完早餐 哈哈哈哈 之后 够力 够力 插进去 听到很小的声音 很小的声音 很小的声音 为何要对角呢? 因为它平衡 不要这样按两个 转向一旁 是吗? 你对角线 出行力 用你的身体 用你的身体 用力插进去都不要紧 因为下面有东西 垫 插进去 有多大力 压多大力 是不会压烂的 千万不要 镜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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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这两边了 又来了 熬一熬 没错了 然后垂直 又是 是 我另一弹 容易看些 垂直 两边两边垂直 好的 我的矮人 摔高一摆 两边压下去 出力 两边都会压 压力 你不要以为它裂了 不会的 因为下面很平整 好了 两边都压实了 于是 这个冷凍的身体部分就装好了 那我们反转看看 反光 手后 这样就对 位置 是吧 你可否看到这四只白色的脚 这只 这样好一点 没有反光 这只 白色的脚中间有一个黑点 就是说 那四只脚 其实是有一个压位 像拼把的压位 那你压下去的时候 这个白色的部分 就穿过那块脚 黑色的部分就脚出来 然后压位 就骑着脚板 骑着脚板 骑着脚板 所以变成锁匙 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方向 装完之后 你用这个方向去看看 每一粒 是不是站在那里 这粒 这粒 如果白色的 不是 贴身 在脚板上 的时候 就是说你刚才的力量 没够 等到刚才那里再用力 如果你看到白色 这里有一个 位 这四个有一个位 是骑实的 黑色那粒 又是跟它平 平的 就是说它露出来平的 即是两块花瓣包着花蕊 这样 这样就证明它是什么 装好了 好了 那我等到这里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这条线 这里找到一个位置 它说CPU Fan 是这个 那就可以了 但这条线下去的时候 又太长了 那我的方法是怎样呢 在这里打个生裂 使用线短了些 短了些下去的时候 有个圈 这样看上去就漂亮很多 这个就是所谓Workmanship 即是你的手工 好不好 好了 那现在我看看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它在这边要反过头 这样就插下去 OK 那你看一看 是吧 所以变成了 那个Workmanship 是很重要的 那么说中文应该说是 你的工艺过程 你的制作过程 人家的设计多好 但是你的工艺过程 你的制作过程 有没有follow这些东西呢 是吧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呢 譬如有一些名厂 它设计很好 但是交给某个地方 某个国家做的时候呢 它那班工人 没有很认真地设计工艺的过程 没有一个步骤 OK 无论如何自动的机械 或者设计工艺 都有人为的 womenship 的问题 OK 所以变成了呢 我们要 这个 这个注重这些东西 尤其我们是 就是安装一台两台的机器 有时 是吧 为什么不认真一点呢 你又不是赶出货 是吧 所以变成呢 这里就是这样 那我们呢 就安装好这个CPU 是吧 这是第一步 下一步呢 就安装Memory 那我们这条影片呢 又讲到这里 下回再续 谢谢 谢谢 和下次见 下次见 中文字幕——YK